字幕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单向改念动机的主要构造 第一个构造为定制绕组 我们将利用两个与空间当中相隔90度定机脚的主绕组 诱称行驶绕组 与辅助绕绕组 诱称启动绕组来组成 它的目的是产生一个两项的旋转磁场 如同之前所介绍的两项旋转磁场原理 我们将借由两项绕绕组 来帮助单项改内动机自行启动 组绕绕的特性为 线粗、闸多、至于线槽底部 电阻低而电感高 辅助绕绕组的特性为线细、闸少 至于线槽顶部 电阻高而电感低 在此我们特别做一个小提醒 之前与直流机时学过的串击长绕组 与辅助绕绕 它的特性很容易与现在的组绕绕 和辅助绕绕绕混 直流机当中的串击长绕绕 它的特性是线粗、闸少 分机场绕绕则为线细、闸多 第二个构造为属龙式转子 它如同小型三项改动机的属龙式转子一样 再次不多加叙述 第三个为电容式独有的启动以及运转电容器 启动电容器采用干式电解直式 它的特性为容量大、体积小、耐压低 不适宜长时间使用 运转电容器采用油镜子直式 它的特性是容量小、体积大、耐压高、可长时间使用 这两个电容器与使用上最大的不同点就是 启动电容器将于启动完成之后切离电源 运转电容器则于启动完成之后继续加入运转 第四个构造为离心开关 当单向感应电容器启动后 为了维持运转时的效率 我们会紧留着组络络维持运转 所以会在辅助络络串连离心开关 当转子转速达到75%同步转速时 将辅助络络及启动电容切离电源 在左上角我们所看到的是 启动电容器的实体构造图 左下角为运转电容器的实体构造图 右边则为离心开关的实体构造图 第五个所要介绍的构造是 B级式电动机所独有的B级线圈 在B级式电动机当中 我们会把主式级机长 约三分之一宽的位置处切开 形成小凸级并套上B级线圈 B级线圈是由电阻极低 而且自成短路的螺通片或短路通缓所构成 它可以帮助B级式电动机启动 在后面的单元我们再详细介绍 B级式电动机的启动原理 因为它与前两大类分向式和电容式 利用旋转磁场启动并不相同 B级式电动机是利用移动磁场启动 这张图为B级式电动机的构造式一图 本单元结束 谢谢收看